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新生的大汉民国开始重建的1947年 韩国大学作为解放后最早的四年制私立大学 开创了民族私学的先河 韩国大学在天安设立的登教是韩国最早的地方院校 它为高校教育翻开了新的篇章 迎来新的千禧年后 韩国大学又开始了新的挑战 在国内大学中 首次将首尔主校区迁移到京畿道 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巨大工程 领导信息化时代的韩国大学数字化新校区 是拥有世界领先水平的IT校区 它拥有每秒10GB的信息通信网 所有教室都配备了多媒体授课系统 170万平方米的绿地和美丽的湖水 使这一绿色校区环绕在大自然中 到处都充满着大自然的气息 构筑以用户为中心的无力设施 通过人本生态校区实现先进的未来教育 竹田主校区继承了创校60年的优良传统 及救国、自主、自立的办学理念 拥有符合全球化标准的教学和研究设施 韩国大学21世纪的目标 是把学校建成一个顶级水平的学校 它将是一个传统与革新 和谐共存的校区 韩国大学将在其高科技硬件的基础上 使软件配备也达到完美 把学生培养成有创造力、高素质的 对社会有用的专专业人才 是韩国大学的人才官 有创造力、有进举心、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这是韩国大学努力培养的人才形象 韩国大学为了实现自己的人才标准 积极推动教育课程的改革 设立人才开发院 随时改进教育课程 大幅度加强素质教育和英语教育 所有学生必须在就学期间 修完历史、信息技术、讨论发表、社会服务等基础课程 学生必须通过一定水平的官方英语能力测试 选修英语绘画的实用英语课程 为了不断地推动各学科间的课程现代化 所有专业都引进了 用以评估学生教育水平和能力的 专业教育认证制度 韩国大学教育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一套拥有客观标准和自评系统的 玩向课程体系 使其成为一所出色的大学 竹田校区 韩国新一代教育制度的中心 天安校区 韩国地区化时代的基地 在60年传统教育的基础上 韩国大学向世界宣告了一个 基深世界名校行列的宏伟计划 Global A Plus Vision 2017 韩国大学已从教育、研究、公共设施、行政、金融、社会服务 可国际交流等7个主要领域内选定了21个重点课题 在今后的10年内 他还将投资5400亿韩元从事各种研究 到2017年及韩国大学70周年校庆之际 韩国大学的各项主要指标如 专职教授的聘用 更多奖学金的提供 专职外籍教授的聘用 留学生交流的数量 及在国际学术刊物上论文的发表数量 都将在韩国私立大学中处于领先地位 Global A plus B 镇2017计划 将成为唐国大学进入韩国大学前五枪的战略之南 唐国大学是培养开创人类未来的全球化人才的大学 是以蓬勃朝气向更新未来奋进的大学 它是立足于挑战中心的大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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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